現在繼續開會 女士 Patton Xard. 部長好 部長,今年到5月1日 這個新的勞動三法 實施十週年 那包括這個公會法 包括這個勞資爭議處理法 包括團體協約法 那在這個實施十年的過程中 那當然也會產生一些問題 那就是說 十年的時間 也可以讓我們來回顧這個狀況 那我想請教部長 首先第一個部分就是說 我國的工會的覆蓋率大概多少 整體大概 如果把 大概7% 對 所以表示說 這個有93%的這個勞工 基本上它還沒有辦法被工會所覆蓋到 那其中其實大家有一個爭執點 就是說我國的工會成立必須要30人以上 但是在我們台灣這些中小企業為主體 事實上你要到30人恐怕非常困難 所以這個是不是有值得檢討之處 的確這個人數的部分 那各界一直都有意見 那我也請業務單位持續在做演繹看這個部分 是不是人數上 是不是有做科 再做一些 那再來就是說我想要讓部長看一下 譬如說 你好不容易組成一個工會 像最近發生正義的這個美麗華工會 好不容易2016年12月8號工會成立了 那就是說後來 在2018年1月11號的時候 資方違法解雇了三分之一的工會會員 那他就依照勞資正義處理法 層層的規定之後發動罷工12天 然後也簽訂了一個團體協約 那之後呢 這個裁決判定資方違法解雇會員等等之類的 可是一直到 所以這個基本上就是說 勞資正義的角力 他一直在 這一個有打壓工會的這個狀況 包括2020年12月的時候 資方佛準這個所謂的會務工價等等 那資方提告工會理事長 你有沒有聽過這個做法嗎 他用一種方式 資方宣告說到5月8號的時候 用企業要分割 那分割之後呢 就是說工會理事長等這個 實名的工會會員 新的分割出來的企業 就不予留用 市長 部長 你有聽過這個做法嗎 就是說你好不容易組成一個工會嘛 他用分割成三家公司的方式 你分割三家公司第一 就是涉及到就是說 過去的團體學約 你是不是就不用遵守 第二個 如果分成三家公司的時候 然後他又不給你留用的時候 哇 用一種企業併購法16條17條的方式 變相的來開除勞工啊 部長 嗯 的確是有這樣的一個 讓人家懷疑的地方 對 那再來就是說 因為這是一個新型態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非常有指標性 就是說 分割三家公司之後 每一間公司 第一個除了不予留用之外 第二個 它涉及到問題可能是說 那它的工會就被瓦解了嘛 因為它工會 依照工會法規定要30人啊 分割三家公司之後 又沒有家庭 抵到那個沒辦法留用的 那依照企業併購法的規定就是說 新舊僱主必須要去商議說 對於這些員工到底要不要去留用嘛 所以 在這個案件裡面 你看 董事長這些人 都是黃世傑 變成 董事長黃世傑 這個新僱主 跟董事長黃世傑這個舊僱主 去商議說 現在這個工會裡 市長黃文正不予留用 部長你覺得這個有問題嗎 這的確是 對啊 問題很大 如果這樣的話 那新舊僱主的商議有什麼作用 都是他自己啊 他一個人 然後他分出來這三間公司 那全部董事長還是他 那變成是說 右手再跟左手商議 然後決定說工會裡市長 這跟他問題 就是進行一個勞資爭議的角力 的工會裡市長 然後包括這工會的十個員工 都不予留用了 那針對這個部分 新北市政府 因為這個案件 他這個工會是在新北市 所以新北市的 這個 新北市政府 2021年4月12號 他有一個新聞稿 他認為說併購前的母公司 本地這間 如果跟併購後 就是簡單的就是分割之後的子公司 是具有實體同一性的時候 雖然彼此法人 那法律上說 形式好像法人形式上各自獨立 但是實質上 雇用的勞工的雇主 並沒有變動 都是他 那所以就不會產生 氣病法新救雇主的這個問題 那併購前的母公司 是不得假借企業併購法的規定 來終止勞動契約 那部長 你有贊成這樣的這個主張嗎 我認同 認同嘛 應該是這樣 否則的話 變成是說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然後去這個開除勞工 那也瓦解工會 是 那就是說我想請教這個部長幾個問題啦 就這個部分 基本上美利法這家公司 基本上它用這樣的方式去這個瓦解工會 並且去解雇這個勞工的這個部分 那應該是有構成違法解雇的行為 你有沒有覺得 就這個案子的來看 對 我是認為有這個問題 應該有這個問題 對 好 那最後我想請教 因為 公費法第九章 它規定有一個 就公費合併或分立的事項嘛 因為你企業可以 這個併購或是分割 那工費也可以合併或分立 現在既有的美利法企業公會 可以組織變更為關係企業公會嗎 部長你覺得呢 如果照公費法第九章的這個規定的話 應該是 應該是可以 應該是可以 好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所以 美利法企業公會 可以變更為一個關係企業公會 那第二個就是說 美利法企業公會 可以 可否分立為各個公會 因為它分割成幾個公司嘛 那就這個部分呢 部長你覺得嗎 如果 按照那個規定的話 應該 應該也是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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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因為它就是分割出去的 分割出去啊 對啊 對 所以你也認為是可以 好 那第三個部分 本地有一個團體學約嘛 這個團體學約 可以 這個繼承 蓋瓜承受 原公會的權利義務嗎 假設它成立一個 新的關係企業公會的話 或者的話 我跟你成立一個團體學約 之後呢 我用分割成三個公司的方式 哇 那之後我跟你成立的 這個團體學約 就完全不算數啦 對啊 沒有 你覺得 關係企業公會 是不是可以概括承受原來公會 包括這些團體學約 他簽的 這個 這個部分 基本上我是認為是可以 你覺得也是可以 是 好 所以部長現在其實 這三體你都認為是 應該是可以啦 好 那 怎麼樣 部長 你不要說補充 沒有 那接下來我想請教 其實就位服務法第五條 它有規定 就是說 你雇主對於求職人 來求職的人 或是所僱用的員工 等等 你不可以予以其事嘛 那其中有一個標準就是 公會的會員的身分 是 現在變成說 要不要留用這件事情 基本上我們剛剛提過的 左手跟右手說 不要留用 結果不要留用的人 剛好就是公會的理事長 跟公會的會員 那當然這個是牽涉到 要不要留用的問題 那這個條文是規定說 雇主對於求職人 或所僱用的員工 那就這部分 部長你覺得 他有就業服務法第五條的適用 這個部分 這個 應該是有啦 應該是有嘛 對 定義說 他是因為 他這個會員 這個工會會員 還是理事長 然後對這個部分 來給予他歧視嘛 是 那因為 就是說 如果是就業服務法第五條的 有這樣的適用的時候 事實上 他應該是可以去 跟這個 新北市的政府 去進行申訴嘛 是 去做爭議嘛 對 好 那最後就是說 也請部長去 關心這樣的一個 新型態 的一個 瓦解公會的 一個手段 是 否則的話 雖然就是說 勞動這個 這個氣病法 它基本上是一個公司法嘛 但是 它如果企業 它透過 用這種分割的方式的時候 那事實上 對本來 好不容易 已經成立公會 造成很大的打擊啊 因為它 好不容易 7% 7%裡面 扣掉這一些 可能是資方本來扶植的公會 就已經剩下沒多少了 那剩下沒多少 那剩下沒多少 資方如果又去 想出這樣的一個方式 用公司分割的方式 然後去瓦解它的公會的話 然後也 否認了 它本來團體協約的效力的時候 哇 那以後大家都來這一招 那以後大家來這一招的時候 好不容易成立的公會 可能又 因為這樣的 這個方式 然後 就面臨瓦解的 這個命運嘛 好 我們會正視這個問題 好 謝謝 謝謝我們邱委員 謝謝 謝謝 接著我們請陳焦華 陳委員 謝謝 謝謝主席 我們請交通部 交通部 夏季間 是副局長 是不是 夏季間 還有鐵的局長 杜局長 台鐵 台鐵的杜局長 杜局長 杜局長 對杜局長 杜威 你好 我要請教就是說 我們在普悠瑪事件 這個案子之後 我們台鐵有進行大的體檢 然後其中有144項的改革 已經解除列管的有109項 那持續追蹤有35項 請問這個109項解除列管這個部分 目前是怎麼在進行 跟委員報告 這個109項其中有很多項目 是要持續來追蹤 那為什麼要持續追蹤 對外界是說已經解除列管了呢 為什麼會這樣處理 是說體檢的這些項目呢 是已經完成這個改善的一個作為或規劃 因為你現在在109項對外界 是說你們已經解除列管 表示這個事情已經解決了嘛 是不是 那現在又有 包括好多是在繼續追蹤處理 還要辦理考核 或者是說無需辦理追蹤考核 但是還要有其他業務主管在管理的 為什麼會這樣 那本席是質疑就是說 你如果是還要繼續追蹤 還要繼續辦理考核 怎麼可以解除列管呢 我補充一下 這個所謂的解除列管 是指交通部的這個層次解除列管 那交通部認為他們已經改善到 交通部要求的標準 那因為這個名詞所謂的解除列管 並不講說以後就都不管了 而是說交回到他執行單位去做常態的一個執行 那當然他執行單位 他還會有他自己本身的一些程序 那現在問題是交通部還是台鐵局 是台鐵局要求交通部解除列管了嗎 還是交通部省麻煩 怕麻煩就說好好好就解除列管 那如果說有做到報告的要求的話 交通部認為他已經合格了 那在交通部的層次解除列管 本辦公室是有問櫃局 本辦公室有問櫃局 就是說 現在有繼續追蹤有39件 在前面的109項裡面 需辦理考核14件 還要做進行業務管理的 有56件 那這樣看起來就是說 還要繼續追蹤的 就是考核追蹤53項 再加上還沒有解除列管 其實還是 加起來是有88項還沒完成嘛 那88項還沒有完成 那台鐵局就讓 交通部就讓台鐵局去解除109項 解除列管 那這個部分是台鐵局要求 還是交通部怕麻煩 就說解除列管 不是就是說跟委員報告 這個144項裡面 台鐵局就其中的109項 他已經做到交通部的要求 他改善的狀況 那交通部認為在部裡面這個層次 就不去 就交通 那你說交通部已經 還是交還給台鐵局去做常態的執行 你的說法 你的說法說交通部已經認為已經可以解除列管 已經達到交通部的要求 那我現在舉三件來說 其中1301 就是在去年5月19 在成功發生的斷軌 那這個部分在3月16號解除列管 5月19號又出事了 那你認為這個該解除列管 是不是還要再重新檢視 那去年10月29 TCMS的資料 還沒有及時傳回行控中心 為什麼可以解除列管 再來就是1502 還在規劃採購 為什麼可以解除列管 所以就是說現在交通部為什麼 會去答應解除列管 為什麼交通部會覺得說 這樣就可以解除列管 我想這個部分 真的是 真的是會讓國人 會誤解就是說 已經大部分都解除列管了 事實上 是還有超過一半以上 88項還沒有完成 那這樣子其實 在台鐵或者是交通部 你們在執行這些大總體檢 或者是說在做檢討這個事故 這個對外界的這樣子的一個 回應其實是非常 讓人家真的不滿意 就是說這樣真的是會讓國人誤解 會有欺騙的這個情況 你們覺得不會嗎 我想我們交通部無意欺騙國人 那也就剛意在跟委員報告的就是說 我們會看台鐵它改善的狀況 本席是要提醒就是說 你們雖然不想欺騙國人 但是你們說台鐵要改革 但是在這樣子的解除列管 帳面上的數字 真的會讓我們覺得是說 你們真的是不太誠實啦 所以就是呼籲就是 你現在如果要持續追蹤 你就不要解除列管嘛 對不對 我們再來檢討這個 不過我還是要跟委員報告 因為在交通部的這個層次 不是實際執行機關 那所以說所謂的在交通部這個層次 解除列管 所以你們就不應該要求交通部 讓你們解除列管 他還會有他自己本身的一個 我知道 我是說你們就不能夠讓交通部 去答應解除列管 因為依照本席的經驗 要求解除列管都是下級單位嘛 沒有上級單位就是說要去 這個隨便去解除列管 因為大部分都是下級單位 認為怕麻煩 我們自己處理就好了 不要被你們列管嘛 好那最後再請問就是說 現在新任的部長 新任的局長 那請問我們要怎麼改革 那現在是不是還要成立新的 院籍的台鐵改革小組 是不是要納入外部專家學者運安會 還有基層員工的意見 本席是強烈建議 一定要納入更多的這個 監督單位的這個意見 否則就不會 否則還是會發生這樣子 大部分都會被解除列管的情形 好 局長 新局長回答一下吧 是這個 這個我們還是要聽從部跟院的指示 基本上 在我們整個台鐵局的改革革新來講的話 我們當然是 一定會採取外部專家 好那新局長就是麻煩以後 不要動不動要求交通部解除列管 這樣可以嗎 可以 好謝謝 好謝謝我們陳委員 好 接著我們請陳寅陳委員 主席麻煩請一下 指安署跟發展署 好 兩位署長 指安署齁 州署長跟發展署 謝謝 呃 州署長 你好 你好 那個 是這樣 你們剛剛那個 零提第五案 我的案子 你們兩週內要提這個檢討報告嘛 那我想 部裡有很多人指證歷歷 那雖然說 這一位男主角今天沒有在現場 但是我唸 我唸一下這個 給你們參考啦 因為如果部裡沒有處理好 我想我們 呃 還有監察院跟法院 好 那給 我相信他 有在看轉播啦 所以我唸一下刑法第214條 明知為不實之事項 而使公務人員 公務員 登載於職務上所長之公文書 足以生損 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好這個讓你們參考 是 好 那 我就針對最近很多的這個 重大職業災害喔 特別是 這個營造業 呃 所發生的這個災害呢 很多都跟這個 逃逸的外籍勞工有關 那我們大家也都非常的關注 所以我想先請教 周署長喔 在過去重大的職災 你們有沒有分析過 新進的勞工 呃 半年內 以及沒有受過這個 職安慰訓練的勞工喔 是不是占 呃 重大職災的六成以上 呃 正確數是我不記得 不過確實很多職災勞工 是沒有說完整的教育訓練 就上工了 好 其實有時候這個數據是更高 甚至七成以上都有可能 齁 那 呃 目前的這個營造業普遍缺工喔 所以呃 呃 如果又沒有這個法定的教育訓練 所以署長我想要請教說 這群人算不算是這個職在高風險的人員 是 好 那 我想再請教就是 除非說你們認為 就是說你們所定的這個職安委教育訓練 它沒有成效 不然實在是也沒有理由說 這群人不是這個職在高風險的族群 好 那所以你們 但是有在很多你們的這個勞動檢查 過去其實沒有很重視 沒有很重視這一塊 那明明有許多這個營造工地 有許多的這個逃逸外勞在 他們在工作 那我也常常接到 接到這個檢局 那 讓就是說你們一直都 好像就是說 沒有睜開雙眼看得很清楚 那也沒有針對說這個痛點去加強檢查 那讓這群勞工發生重大指災 那現在就是說你們這麼多事情發生 你們有比較具體的這個改進方案嗎 我跟委員回報 因為我們的教育訓練規則 勞工沒有教育訓練 是同時改善不改善的處罰 那當時我確實發現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對這營造工地的部分 原事業單位做進場管制 進場管制包括勞保 包括教育訓練 所以如果下班的勞工攜帶了非 失聯的移工或其他沒有教育訓練的人進來 我們就先罰原事業單位就是大營造廠 用這樣子比較進場管制模式 我相信這個部分會慢慢可以比較好的改善 那同時我們也開放辦子安卡教育訓練 讓勞工有參加合格教育訓練 進場管制 進場管制你怎麼管 他們就不想讓你知道 用子安法27條共同作業要承擔管理的法令規定 要求原事業單位對下班做進場管制 我是打問號 我真的打問號 我上次在總諮詢也有提醒過 就是其實就是七點半大家都還沒上工前 他們就好幾輛黑頭車就運了一大堆 逃逸的外籍勞工進來就躲進去了啊 所以我不知道你這樣管制有什麼樣的約束 我可以拭目以待啦 但是我想現在有點紙上談兵 那我以前就是有提醒過你們一個問題啊 就是為什麼直災千人率逐年下降 但是重大直災的人次卻居高不下 好那我記得當時你們說 因為改成職業安全衛生法以後 適用範圍的人數大幅增加了 那事實上呢 這些被家寶的好像我們這些原住民勞工紙災 還有我舉例啦 像我們這個原住民的勞工有很多沒有被家寶 那其實有很多的黑數 那發生紙災的時候是沒有辦法讓你們統計進去的嘛 這個跟這些就是說逃逸的外勞其實有很多不會沒辦法就是說算進你們的這個紙災統計裡面 也是同樣的道理啊 所以重大直災也會因為說這些違法的這個僱傭關係 而不能被認定為這個職業災害 那所以我覺得我們的這個統計數據極有可能是被低估的 好不曉得署長有沒有同意我的看法 包委員我們是用相對比較是用勞保簽能力來推估的 當然不是完全都是一個完整素質 但是跟委員報告我們重大職業災害 不管是不是有沒有勞保 只要是有顧問關係 僱主要付職業災來補償的責任跟治安法的責任 所以重大直災的部分 不論他有沒有勞保 不論他有沒有那個那個教育訓練 我們都是依照傳染關係跟顧問關係來做論斷 所以勞工他沒有家寶 我們重大直災死亡那個數字 絕對會追到追得到 你確定 你聽說死亡追得到嗎 沒死殘障的你就未必啦 因為我們治安法現在強制通報是 一人死亡三人受傷或一人出現治療者 未來我們這直災保險單獨立法 我們會擴大通報 這樣怎麼收的量 你如果有跟我一起到原住民的活動去跑一跑 你可能就不會講這種話了 你真的是有很多的黑書 我告訴你這個實情 然後聽不聽你自己回去好好研究 我們檢討 謝謝委員 那將來保險法實施之後 這個直災率是不是會增加 當然要推估要像新增了33萬的被保險人 被保險人他就是到我們勞直災保險的母數裡面 那確實這些33萬確實是風險比較高的族群跟對象 所以我們會評估說這樣子的數字的比較 能不能讓我們找到更風險更大的 才來做我們前段預防的工作 所以你認為是會增加還是不會 會增加 那如果大幅增加 這聽起來好像又打臉你們現在發布的數據 所以你們的減災策略應該要如何 又應該要怎麼精進 因為進來以後母數增加 但是這些人是高風險 高風險的人 所以明年或者後年那個 勞保直災簽人率的數字一定會變動 那我們還是用比較的觀念去找這個大數據來做 更需要做target的那個 直災預防的監督檢查跟協助的工作 好謝謝那你可以先回座休息一下 來那個發展署署長 署長你們最近 你們讓很多的這個看護工轉成這個廠工 那已經造成很多民眾的困擾 我這邊甚至收到投訴 有些看護工他是刻意去騷擾雇主 讓雇主受不了 那結果那個雇主才是真正可憐的人 所以我接下來我要請教的是 本來在照顧高齡老人的 現在一下子進到工廠或工地去操作機械或者灌漿 那是不是很容易發生直災 那增加了這些意外 你們之前發展署有沒有想過 那你覺得你們有沒有責任 像外籍看護要轉廠國這部分 原則上轉廠這個部分 基本上是那個原則上是不行 應該是看護還是轉看護 然後那個但是有例外的部分 就是新陳接的 或者是說他本身有受到性侵的 才能夠從原來的內行 你們最近例外的比例真的非常高 我還有一個朋友 他告訴我說 他們家的那個看護工進來 他就直接講說我來台灣 我就是準備要逃跑的 所以我那朋友很好心 有一天出門的時候他還在家裡放一些零錢 讓他跑走的時候可以待在身上 不會餓到 是 那對我們台灣人有覺得真的是很善良 真的很善良的僱主 所以 對啊那所以你們責任的部分 你覺得 一般來講外籍像看護工轉廠工 大概都會傳到製造業去 然後會跑到營造業的部分比較少 在合法的狀態下 對啦你有沒有責任嗎 我就問你有沒有責任啊 這個問題很難理解嗎 其實在這過程中 我們會比較建議說 如果他今天要轉場成功的話 應該雇主要做好他的執案訓練 所以是雇主的責任 雇主要把他做好 對那你們都一直允許讓人家轉成 去轉場 所以你們一點責任都沒有 報告委員這部分 其實他在合法的狀況下 符合我們法律的條件上面 那這部分我們 那有政策下有對策啦 我覺得 署長我不是很滿意你回答的方式 跟態度啦 因為我覺得聽起來還是不痛不癢啊 因為我很難理解就是說 為什麼你們救服法 在救服法規定雇主不可以讓 讓這個外籍勞工從事 非許可的工作項目 可是你們發展署 就可以讓看護工變成廠工 那這個很奇怪 你只准週關放火 然後不准百姓點燈 你可以別人不行 你們明什麼放寬 委員這部分其實是那個工作自由的部分啊 那當然這部分 你自由到台灣造成很多雇主有很多的困擾 甚至被騷擾 所以我想今天真正的問題 其實除了這個服務業以外 百業的缺工 那為什麼缺工 缺到你們必須要去放寬這個看護工 去工廠或者工地 那你們有沒有想過這個工資的問題 那缺工行業要如何去提高這個工資 你們都沒有想過嗎 然後就是煤盒還不夠 很多其實很多工作機會 我們其實我們國人喔 是不知道的 那你們有沒有想過說 其實很多失業的人 需要的是你們的職業訓練 那其實有這個職業訓練 就可以從事很多這個高技術的工作啦 那我覺得這些都是你們平常就應該思考的問題 所以如果一直你們都不改變 那我覺得這個勞動力發展署最後會變成一個勞動力破壞署 你們要小心這個名稱喔 是 你現在有什麼方法解決這個 這個就是說看護工轉場工的這個亂象 你有什麼解決的方法 這次我們最近在月底的時候 我們會召開一個仲介雇主團體跟勞工團體的一個會議 那我們大家 因為在法律上的規範上來講 若是雙方合議解除勞動契約可以轉場的部分 這部分我們其實在法律上目前為止是可以的 我已經告訴你 雙方合議就是真的有那個案例就是 刻意來騷擾雇主 那如果是不可規則於 不可規則雇主是規則於勞工的話 雇主也可以解除他的勞動契約 讓外勞也可以解除 因為雇主的不同意他也可以解除勞動契約 我想那個數字會說話啦 你如果需要一點時間我給你們一點時間去做改善 看你的新的你的一些方式有沒有辦法改變這個亂象 我想做的比說的重要 對我做個結論 像這次台鐵的案例讓我們看到 所以公務機關就是自己以為把該做的這個責任 該服的責任全部通通都委外出去了 好那一旦出事了其實還是要承擔責任嘛 那民眾不會容許說政府找藉口來搪塞啊 所以希望你們自己也可以深切檢討 深刻檢討自己的責任 不要再說那個什麼訓練啊 只要為了訓練 那是雇主的事情 因為你們這個現象不去改善 那雇主有訓練不完的 是 那個 我們這部分我們會來開造 高開個會議來解決這樣的目前的問題 你們隨時跟本辦公室報告進度吧 好謝謝委員 謝謝 好非常謝謝我們陳寅委員 接著我們請晚婉裕委員 謝謝 主席有請衛福部理次長 請理次長 司長你好我想關於這個台鐵408車市的這個事故之後啊 其實心理重建的部分我們是覺得很重要 也必須要一起來努力 那我相信衛福部也知道 所以其實很快就來進行這樣的討論 那我們也知道說這個目前的計畫呢 是維持三年沒有錯吧 對 但我們也看到說過去的草案啊其實是 我知道這是草案 所以表示可能還有變動 所以也想要今天來一起來做個確認 就是說這個服務的對象會有傷患者 然後罹難者家屬救災人員 然後病疫管人員及目睹旅客等等 都會在我們的草案裡面涵蓋的範圍嗎 是 所以都會由衛福部來做主責 這個部分跟其他部會有關係的部分 我們會再跟他們再看說 怎麼樣子一起來合作 了解 因為我們有想確認一下就是說軍警校部分 因為我們有看到另外一個後來的說法是說 可能會調整成由 軍警校的主管機關來做協助 所以這部分也想同步來確認一下 對應該是說我們會提供相關的一些做法跟資源 給這些相關部會 對那其實還有一些民間的資源我們會 也來做這樣一個媒合 如果我們軍警校同學 因為我們有討論到說他們可能不會 他們可能對於在自己的系統裡面接受諮商的話 可能會有一些疑慮 那這時候我們也會有一些外部的民間資源 也可以再引進進來 了解 那另外就是在心理重建計畫裡面 現在之前是有說可能會利用到散款 但目前好像也調整成會使用公務預算 這部分是全數都有公務預算 因為認為這是國家的責任沒有錯吧 所以想請教一下說 我們看到一個數字是在2000萬的部分 想請教說 如果是以三年的計畫來看 這個2000萬指的是第一年的費用嗎 還是是各年度的費用加起來 又或者是說這個2000萬 因為我們在預算推估的部分 因為它時間比較長 是不是有一個地中高的估算等等的部分 是不是能夠跟我們做一個說嗎 這個草案一開始我們是估三年 那它是逐年的 那第一年的費用會是最高 那之後就會逐年的下降 因為我們大概也會預期說 可能有些人他可能就是有恢復平常了 那就不需要再接受這樣一個協助 所以它是一個三年 然後逐年的一個遞減的一個概念 所以預估經費的部分 這個2000萬是指第一年 還是說三年加起來 三年加起來 是三年加起來的總和 那顯然這個費用其實不是很高 因為我們看到底下的部分 其實就有提到說 有這個個別心理諮商和治療費的部分 那目前就我們所知 是會用現金發放的方式來做處理 所以想請教這個所謂的現金發放 是指說針對有需要的個案的部分 它是給予它 比如說這邊是提到110年 每個案接受12次的服務 然後預計每次是2000元 所以意思就是說 會在110年度一次給他 12乘2000這樣子的數字 給他來自己去做服務嗎 還是怎麼樣來對接到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公務預算的服務會繼續做 然後也會做三年 可是我們在利用捐款這個部分 就是給我們的罹難者家屬或是受傷的民眾 我們是一筆錢的一個概念 可是這樣的一筆錢 他是可以做包括個別的心理諮商 他可以運用這筆錢 他也可以去找他 如果他有一些 他已經是有接受諮商的 還是他信任的諮商師 他也可以用這一筆錢去接受服務 可是他如果要回到我們剛剛2000萬的三年的服務 他還是可以再使用我們這三年的服務 其實他是同時的提供 我們又有一個在那個捐款這個部分 給他們這樣的一個支持之外 我們的服務提供 他同時也可以來用 有點不是很確認 想再請教一下 是說您說的這邊的這個12乘的部分 是會用捐款這邊來做處理 然後另外常務預算的這個兩 應該是說我們的公務預算 我們有一個三年的一個計畫 是 可是我們在捐款這個部分 我們的委員會有做一些運用的一些項目跟範圍嘛 那基本上他就是全部都涉算回去了 就是說在尊重家屬跟受傷者的一個意願 他可以再使用這些捐款的金額去做他想要做的事情 那他想要做的這些服務 包括他另外不是接受公務機關的這個服務 所以這邊提的這個110年的這個計畫 三年的計畫 現在我們提供 對 螢幕上寫的這個是用常務預算來做的 這個全部都是我們的公務預算要做的事情 公務預算來做的部分 所以想請教公務預算的部分 因為我們看到是經過初次的心理評估之後 如果有需要 會再進到個別諮商或資料的部分 所以在初步的部分當然是人數會比較多 因為大部分的人都是希望能夠先做過一個初步的判斷 初步的了解之後 來看他是不是有個別的心理諮商的需求 所以也想請教的是 在個別心理諮商的需求的部分 會怎麼樣來提供這樣的服務 以及怎麼樣來算這樣子的費用 這是我們應該提到的是 因為我們其實不太清楚 這部分是會用一次性的發給還是說 我們提供的服務應該是提供諮商服務 所以我們這筆錢應該是給提供服務的諮商師的費用 所以意思是說透過這樣子的協助 然後經由你們來轉介服務的資源 然後最高一次是12次的限制 並且發給提供服務的人 所以想請教說如果是超過12次 因為這其實要是那個情況的輕重等等來做判斷 所以有可能會到甚至更多的情況等等 所以這部分就會變成是個人自費的情況 也不是我們也會希望能夠長期的協助 所以我們就說這是一個三年的一個服務 所以他如果有繼續需要的話 還是會繼續的一個提供 所以因為這個方案的內容其實我們還有 大家其實還看不到一個明確的計畫的時間 和明確的內容是怎麼樣來提供 因為其實剛才提到的就是像我們大家理解 可能就有一些錯誤 因為我們看到的資訊可能是一次性的發給 然後可能是一個定額的方式來做處理 所以導致說大家的討論其實沒有辦法聚焦 那同時也有很多民間單位其實也想知道 衛福部這邊能夠提供到哪裡 或許額外的他們也願意一起來做協助 所以我們很希望衛福部這邊能夠盡快 把這個心理服務的內容能夠具體化下來 然後能夠提供給我們 所以想請教這個最終的版本 因為我知道還在討論當中啦 所以最終版本有沒有預計可以提供給大家的時間點 有沒有 上次在交通委員會是說一個月內 一個月內盡快 那其實現在已經都有啟動了啦 對 只是說這是一個長期性的 那我們會盡快一個月內 能夠來提出來 然後給委員 好那麻煩一下 因為我們不在衛環所以可能麻煩也提供給我們一下 然後最後一個部分想要請教 是在這個災難心理的衛生相關的教育 過去其實曾經有過相對應的資源和相對應的計畫 然後是希望能夠來辦這樣子的培訓 或是這樣子的能力的提升等等 但是後來卻因為 這個醫療單位和民間團體 改成由醫療單位和民間團體來自行辦理 所以現在會比較偏向看起來是缺乏中長期的規劃 所以在台灣在這個災難心理衛生的經驗 比較難以傳承人才不斷的流失的情況下 我們認為說其實中大事件發生以後 其實我們希望這樣的資源是能夠被留下來的 或是這樣的經驗是能夠持續的傳遞下去 然後未來以後我們當然不希望事情發生 但是如果有需要的時候 我們是有這樣的資源 能夠有這樣子的能力的情況 所以我們想請教說在衛福部這邊 是不是應該也要來提供一個長期的培訓的經驗 或是長期的規劃 來讓大家能夠往這方面來做致力 因為這個部分其實在台灣過去幾次送大事件 其實是比較少來做這一塊的部分 是 這個部分我們一定會持續的來做 包括對相關人員的訓練 以及我們會希望說其實跟救災相關的部會 我們怎麼樣子討論一起把那個機制能夠建置得更好 好 這個部分我們都會來做努力 好 了解 那我們就希望說這邊能夠先盤點出來 現在民間的狀況還有這些專業人士的能力到哪裡 然後我們一併來做培力 我覺得這才是一個長期的方向 然後也應該來提供國人足夠的心理健康的資源 是 謝謝 謝謝委員 好 我們謝謝王婉毅王委員 謝謝 接著我們請這個洪夢凱洪委員 謝謝 主席謝謝 謝謝 主席謝謝 麻煩請交通部台鐵局杜准局長 請杜局長 好 杜准局長 杜准局長 現在大家認為說千呼萬喚史出來 台鐵局由您接下來來做接任喔 好 那身為30年的老台鐵人 有沒有具體的做法怎麼樣呼應 回應蘇貞昌院長或者是現在王部長的一個台鐵改革 最簡單我先請教 最近10天裡面有故障三次的自強號 是 要怎麼處理 各位委員報告 最近故障的自強號是我們EMU300型的 對 這是車齡非常老的車 我們現在有在研議 把這個車子汰換掉 原先我們的規劃 是今年要進來的這個新的成績列車 優先會來汰換 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交車進度有點緩慢 我們現在還有多少台EMU300型 我們現在在線上跑的每一天還有酒量 還有酒量 對 那我們有足夠的能量可以先把這酒量先不開嗎 先把它不開的話會影響到輸運 所以我們正在找替代的方式 現在還在找 所以多久時間內會有替代的方案出來 這個替代方式就是要看我們其他車型號 有最大的修車能量 應該會在三個月以內 三個月以內 但接下來杜准局長 三個月內那就是要到暑假了 暑假請榮本席提醒 暑假其實應該會是國旅的另外一波高潮跟旺季 尤其是大家看到說現在疫情還沒有舒緩的期間 那這樣子會不會造成整個運量的一個不足 或者是說如果說 十天内有故障三次 那会不会接下来 还是会有故障的一个状况 接下来 我们对于300型这个车辆 我们其实现在已经加强的去检修它了 刚刚跟委员报告的是 把它态换下来 这个是我们 就是最后的一个手段 那我们会考量整体运能 那我们也会考量到 暑假我们提供的运能 对当然就是要先超前部署 好不好 那再来 队长请教一下 现在苏贞昌院长也指示 台铁局要两个月内 检视全国的铁路 然后还要在沿边坡 要做这个纽泽西护栏 等等的防护装置 王国财部长也有提到 是说4月底以前 要把台铁184处的落点盘整 100天内完成各项改革 请教 台铁局有办法两个月内 完成上述苏贞昌 或是王国财所提的这些部分吗 可以的 可以 100天以内我们会把我们 欠有204处的工地 盘点出来 那这个工地如果有这个疑虑的 我们会给它做整理 给它做改善 请荣本席提醒 我先说台铁 有没有这个人力 预算 或者是能量 有办法做到 苏贞昌院长或王国财部长讲的 因为 如果可以 那国人也想问 这次太鲁阁事件 49条人命 是不是真的就坐实了外界讲的 因为玄缺三个月没有局长 导致于 现在新局长讲两个月内我就做得完的事情 因为过去三个月没有玄缺 没有局长 所以 安全没有做好 到最后 可能没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间接影响到 到最后的悲剧发生 但如果说没有办法做到 台铁局一个局没有办法做到 该是交通部要出来 handle的 交通部一定要负起责任 该是行政院把所有的部会 整合资源来handle的 行政院要负责任 不是 院长讲一句 部长讲一句 然后就当下面的人 做得要死要活 到最后 没有资源 没有能力 没有能量 还是一样没有办法落实 不是吗 是的 所以局长 回过头来 我再请教 因为这个东西要 公开的会议记录 我们也要确认 苏贞昌院长现在讲的 交通部长现在讲的 台铁真的有能力 还是说有一些部分 还要由交通部 还要由行政院 来做督导 来做支援 这个有部分 当然我们是也期盼 部跟院的支援 但是跟委员报告 刚刚讲的这100天以内 我们会完成这个工地改善 这一块是指我们既有的 这个204图盘点出来的工地 那至于刚刚委员讲的第二块 那个是有关于边坡 还有这些 这个其他有这个危险 或者是有余力的这个路段 这个是不太一样 刚刚讲100天以内 我跟委员报告说 我们有这个能量完整 是工地的整理 整顿 好 让他安全无疑 好 局长最后请教了 星光上任会三把火 那过去 你媒体也形容你 长期研究军事 国防制军严谨 甚至讲说你是鹰派的局长 所以最后 你怎么样确确实实 台铁的改革 有没有自己的一个短中长期的蓝图跟目标 有 这个我想 这个跟我 在台铁局工作这么久 是有关联的 我不自认我是鹰派 因为我长期 我是从基层上来的 我自己也在基层服务过很长的时间 所以我觉得 我们同仁 员工 加入这个改革 加入这个革新的工作 我是可以充分跟他们沟通 对 局长我只请教 您最先会想要先改革哪一个部分 安全 安全 是 具体一点有没有 有 就是包括行车安全 还有我们这次发生的工地的安全 要优先把它整顿好 安全是我们国人最首先的药物 没有安全就没有服务 没有安全就没有运能 没有安全就没有台铁 你同意吗 我同意 好 谢谢局长 我们期许你好好做 给国人重拾台铁 重拾大众运输工具的信心 好 谢谢委员 谢谢 谢谢我们洪梦凯洪委员 谢谢 接着我们请林奕华林委员 我们先请卫福部 现在是李次长 还有等一下劳动部的许部长 先问一下次长 上次因为我在关心 我们在善款的部分 可是说骰尔队那天部长 在讲到心理健康这一块 他说会有健保来支付 这我是很不能接受 因为这次那么多目睹者 我们每个就是提供一万元 可是我觉得那有点又是均 好像大家都一样只给一万元 可是目睹的状况真的也差别很大 还有每个人 他的原来跟他的性格 都有一些必然的关系 那些有所谓的一户一志工 一户一社工 那会问题是持续多久 所以我那天听到部长说 对于心理健康说 健保会给付 我很不能接受这个答案 我觉得这很没有同理心 就已经要让这些家庭 或者说这些目睹者 他能够再回复到生活的常态 那真的很需要 特别的关心 甚至需要看医生 那有没有专人来协助这些工作 而不是说今天被动 他要他去看健保 至少要不要回应一下这个部分 好 跟委员说明 就是说其实我们整个 在心理重建这个部分 我们的对象是包括 这些受难者的家属 伤者以及目睹的乘客 还有救灾人员 那我们这次的做法是说 我们这样的一个心理重建 我们不用捐款来做 我们是用公务预算来做 救灾人员是的确应该用公务预算 那些都应该 所以你会说包括目睹者 包括这些乘客 你都是用公务预算 对 所以我们是一个三年的计划 所以并不是像部长所说的 只是给健保 如果说他去医疗院所的话 那在医疗院所在心理 就是如果他是看心理健康 门诊的部分 那个部分健保费是有支付的 那个大家都知道 不用他告诉我们 讲的是这个部分 我在讲是一个专案 在做这样的事情 那当然我知道 对于救难人员也需要 那那部分应该要用公务预算 那当然是这样 可是因为原来善款 是要用在相关的人上面 我们在预算分配 只看到每个人都给一万块 所以我质疑是这个部分 所以您的意思说 这部分也会用 对 除了那个心理服务预算 我们公务预算里面 好那这我们后续 就要来做相关的检视 好在那请回 我们待会请许部长 部长这次 其实从 不管在COVID-19的时候 或者说这次的事情 就发现其实台湾 真的黑工的问题 就外籍工 后来呢 在台湾我们失联的状况 其实都是不断的在凸显 也呈现这样的一个状况 可是也从来没有感觉 劳动部有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能不能请问一下 这个五万我相信是 台面上的数字 刚好更多 到底我们有预估过 台湾到底有多少 这样一个失联的非法外籍移工 到底有多少 包括委员就是这样子 就这样 就是这样子 你认为也没有这没有更多的黑数 没有因为我们这个都会通报嘛 他那个如果跑掉了 雇主会通报 所以这个掌握的人数 所以应该就是有五万人 目前大概 五万 五百零九人 所以部长 你有没有想过 到底要五万五 你再说一次 五万零 五百零九人 那到底有没有想过 要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 就像说 我举例来讲 我们之前也都有关心过 像有一些 但他本来是属于看护工 进来呢 然后是要照顾身心障碍者 或者说照顾一些 比较难照顾的一些病患 结果后来呢 就 可能就跑掉了 就跑掉之后 结果你知道这些家庭 他还是 要三个月后才能请嘛 对不对 因为我们规定上 不是说今天他去虐待了外籍医工 就是因为连外籍医工跑掉了 他要三个月才能申请 那全这三个月不是就最好的市场吗 因为这些心障碍者 要怎么办 谁照顾他 或者说这些 生病重症者谁照顾 那当然就是这些 你在掌握不到的这些人在照顾嘛 那我们为什么在制度上 就要创造这样的空间 让这些人存在呢 我们为什么才不检讨这些制度呢 包括委员 因为会定三个月救服法的 就是救服法的规定 我想当初是有他的一些立法的考量 但是立法这么久了 这不是事实存在问题吗 我们常常碰到声音障碍的朋友 因为大家知道我长期跟这些声障团体都有接触啊 他们在说 这对他们来说不是也是一个很大的惩罚吗 结果他们变成没有办法自理自己的生活 那干嘛怎么办 只好去往这些 往这些市场去找人 他们也迫于无奈嘛 或是家庭 因为都必须要上班 所以这就怎么办 只好迫于无奈 去找这些 我们所谓的非法失联的外籍移工啊 那为什么的制度上就要让这样的市场可以存在 所以有没有想要检讨 有 或说像我们一样嘛 我说打工也一样啊 都是太多这样子一个空间让这个市场存在 那看到了为什么不把这样的问题解决呢 包围 这个部分我们行政院有召集跨部会 在做一些研议啦 就说对这个问题 研议一直在研议 最怕就是叫一而不绝啊 那哪时候要研议出来 因为要整体去考量 我想不会说一直拖延下去啦 但是我想这个问题我们只有积极在面对 所以大概要多久时间 你们才觉得有个比较具体的方案可以出来呢 要不然这些问题一直都存在啊 然后就对变是外交部明知道 但是你就放任这样的市场一直存在嘛 这部分 这部分当然时间上 因为这块部会在做讨论 我是没办法给委员一个明确说 什么时候会决定 主席我是建议您才是一个时间啦 但是您在我是外文会 这个问题很严重 可以两个月三个月我都同意 但是不能叫做一直原地踏步 对 好 这个部分当然主席等于做一个结论 但另外我要提的是 最近因为我们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因为外劳引进不易嘛 所以我们就给三年的时间 对不对 一年延三年嘛 没错嘛 一年延三年 有延三年啊 没有吗 六个月啦 六个月 到期的话 我们可以延六个月 好就已经到期的 十二年 十四年 产工十二年 那个社福 移工 十四年 那他到期的话 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 我们让他顺 每六个月 检讨一次啦 好 那这六个月的部分 我说是包括工地外 工地的外集工 都是一样吗 全部 就是所有的 都是一次年六个月 年六个月 好 那我最后一个建议 就是说当我们要整体检讨的时候 然后我也请检讨 就是如果对于 类似80岁或85岁以上 被照顾着 他可能外劳照顾他 十二 最多可以到十二年吗 还是十四 十四年 对 这种状况 有没有可能有一些 特别的通融 我觉得我们宁愿让他合法 但不要让他非法 我的意思 好 请检讨的时候 可以一并做相当的检讨 好 那就请大家主席 才是一个时间 那最后 我很快问一个问题 就是请问一下 当劳资关系 已经进行诉讼 一审确定的时候 如果是劳方胜诉 雇主能不能拒绝 让他回任工作 可不可以 如果说他是解雇他 解雇他 然后一审 定一审的部分 是劳方胜诉 劳方主张他回复 他的工作权 资方可以拒绝吗 雇主可以拒绝吗 应该不可以 应该不可以 他依照法 就按照劳动试验法49条 是 好 那如果雇主拒绝 有什么救济管道 而且要告诉你 我现在问这个问题 还不在私人企业 是我们 是公家单位 雇主是公家单位 所以请问 救济管道是什么 我记得那个是 有没有财 有没有财 可以用假处分的方式 对啊 他可以申请 我记得 劳动市警长 他可以用假处分的方式 要求 这个雇主 让他能够回复工作 对 他一定要用假处分 对 不能来劳动部做调解 可以啦 当然 辽动部没有调解 那可以到地方 劳政机关啦 对啊 就是到地方去 这个地方劳政机关 这个法不是要求 就一定要的吗 是 对啊 所以还要假处分 对 我本来想说 那个 当然如果是调解 当然是可以啦 这应该就要求 一定要回复工作了嘛 是 所以公家机关 你同意这样 公家机关可以这样吗 拒绝 是不应该这样子啦 应该不行 好 那最后我们再跟 那个个案的部分 我再请 再跟你做讨论 好 那最后就请 我看这两个月 或三个月 是不是能够有个 检讨报告可以给我们 本来要过一个月 这个林依华委員 实在太好 因为我是希望 比较真的有内容出来 就是 刚刚林依华委員 提出的这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 这个外劳逃逸的 这个 后来要再三个月产品 的确民间反应很多 第一个是高龄的 这个被照顾者的 这个问题 长期照顾 有时候有一些习惯的问题 大概多久 可以给我们这个报告 一个月 有可能比较 因为这跨部会 院籍的跨部会的会议 所以 大概再催嘛 应该三个月就做得到 我们再把委员的意见反应 送给我们委员会 还有林依华委员 谢谢 好 接着我们请高嘉宇高委员 谢谢 我请台帖局局长 杜局长 这个2018年普悠玛事件发生的时候 当时大家就在检讨台铁 那也认为说应该要把这个台铁改善 就变智慧火车或是引路AI 或者是这个IoT等等 包括轨道的巡检 包括铁道 包括所有的编波等等 当时就有这样的检讨跟声音 那如果当时这样的检讨 有落实的话 今天是不是就可以避免 这样子的事件再次发生呢 是 那为什么没有落实 大家就在问说 109年当时的行政院的体检报告 就已经要求要完成AI系统设置 这个是照预定的计划 但是我们直到108年 下半年才完成发包 那这中间的落差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这个就是我们在执行这个案子的时候 我们的招标过程有一点延误 这样子的延误导致这样子的意外 当然这过程中台铁的整个 大家认为说 整个发包的过程 包括说今天这个施工的 这个益祥工程社等等 这个不断的程程转包 违法转包的过程 台铁在于相关的编波的安全防护 相关的警示性好像都不够的情况之下 台铁到底过去对于这个编波安全的管理 在AI系统没有建制之前 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作为 那我是不是先请这个科技部也能够上来一下 谢谢 因为目前我们所要台铁要设置的编波 是只要建制25处 那相较于高铁 我们资料所看到的350公里就有71处 那我们现在所设置的这样子的一个编波的AI系统够吗 应该是说科技部这边我们有一些科技相关的研究 那在技术面上面我们可以support 那如果是编波的话 像过往我们有一些影像的监测啊叛读啊 我觉得这个都可以帮得上吗 其实据我了解 现在的AI系统已经进步到说 我们目前的监视器只要插入一个Dongle 它就可以直接有AI的功能 根本不需要更换新的AI系统 那类似这样子的一个Dongle 本身就可以让现有的机器直接升级 那科技部知道有这样子的技术吗 我们大概以我们的了解 过去很多的软体可以inbay在这个晶片里面 那Dongle那块的部分 我个人是不是非常清楚 但是我相信在技术上面是可行的 其实在台湾就已经有AI公司 可以做得到 那我不知道说台铁一直用一些 整个系统升级 可能需要很多的钱 或是只能限制某些地点来做 其实这个东西早就已经跟时代脱节了 那据我们了解 其实现在的AI的这个软体跟硬体 可以直接用一个Dongle 它就可以直接让我们的传统设备去升级的话 那我们根本立刻就可以上路了 根本不需要等到你到这个半年内再来建制 那台铁你们有去了解说 目前我们的AI技术到底到什么程度 台湾有没有办法可以做得到 那如果我们能够做得到当务之急 我们评估这个预算赶快来升级 这个困难点在哪里 这东西台铁还在用过去那个 从2018到现在无法发包的那一套 然后继续在那边发包 然后继续在玩那个25处 这个东西是不是已经与时代脱节 因为我要讲的是 现在的科技早就已经进步到 AI已经直接可以让我们每个监视器都具备AI的功能 而不是只有那25处来建制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台铁还不知道这样子的状况吗 科技部有没有提供这样子的一些资料 那我们跨部会有没有去整合 让我们知道说 现在的AI已经到什么程度了 是 感谢委员您的提点 这个部分我们下去会检讨 我会跟委员报告一下 现在这25处是当初我们认为 这个边坡去评估的时候 它有这个危险性的地方 我们来设置的 那边坡有危险性 因为我们现在问题就是说 整个铁道的沿线不只是边坡 而是会发生这样子 意外或是公安的可能性 其实都非常的高 那义务入侵在铁道的沿线 都可能发生 而不只是边坡的问题 所以你只针对这25处 显然不是问题的重点 而是说今天意外随时可能发生 而我们做了什么准备 所以我刚刚告诉你 所有的监视器 其实都可以升级做AI 而这个经费并不用花很多 而这个系统的升级 并不用大幅度的更新 现有的系统 如果这样可以做得到 半个月之内 一个月之内就可以做得到 台铁还不赶快去做的话 那我觉得这才是行政怠度 所以刚刚讲到就是说 我们到底今天在讨论 AI系统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去了解说 现在的AI 到底到什么程度 我们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那还在用旧的这个 两年前的报告 在跟我说要做25处等等 这些其实已经不是 现在的重点了 那所以科技部今天也是 特别要请你们去了解 产业界国发会今天有来吗 产业界现在到底对于这个AI 国发会今天也有来吗 对于AI我们可以升级到什么程度 其实都有相关的一些资料啊 可以来协助 而不是让台铁自己在那边 做文章 但是台铁可能不了解 现在各业界的状况 所以这个真的是需要 跨部会把这些资讯能够提供 一起来协助台铁做安全的改善 这部分台铁有去寻求各部会的协助吗 还是你们自己还在这边 自己这个闭门造居 那这样子真的不行啊 这个部分我们会赶快去做了解 所以显然今天邀请这么多跨部会来 但是我们台铁还是不了解 你看科技部什么前瞻应用啊 什么这个其他国发会啊 什么工业局啊等等 到底现在业界的AI设备 可以升级到什么程度 那台铁如果还不清楚 各部会也都没有提供资料给你的话 我觉得这样子真的没有彻底的在检讨 因为我刚刚所说的说 我们台铁现在不是告诉我说 半年内我会把这25个边坡 安全做AI的升级 就这样就好了吗 绝对不是 而是说现在我们所有的监视器 不管是我的月台 我的铁道 我的轨道的沿线 我其实立刻就可以升级 那这个部分就是你们现在要做 而且承诺说 其实我这个经费预计多少 现在业界的AI 已经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而我马上就可以去做 那我需要了解是这个部分 那各部会有没有提供这样的资料 台铁有没有这样的资讯 那如果还在用旧的报告在那边闭门 照具然后说半个月会做 半年内会做 这个东西真的是缓不济 而且从2018到现在 拖了两三年都还没有做 我觉得这个行政效率真的是非常慢 这不是只是发包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整个系统上 如何去升级改善 台铁已经研绎了这么久 业界各界的声音也都非常的多 那我们需要看到台铁更积极的作为 所以我也希望说局长能够多去请益这个部分 到底我们目前的规划够不够 符不符合台铁的需求 我们有没有更经济更有效 更能够让台铁立刻改善的方式 那如果有台铁就立刻去做 这个东西才能够看到 这个开门建议的效果 也是局长您现在上任 要让大家耳目一新的地方 而不是还要再拖半年等等 那大家还是觉得说台铁还是一样 新瓶装舅酒还是一样 那只要像局长您说 这个政府杀人这个部分 后来当然也是改口 但是大家会认为说 这当然一连串的事件 所导致的根深蒂固的 不管说我们在检查过去的发包文化 或者是我们这些台铁员工过去以来 有没有把安全当作一回事 或是对于这些工地公安劳安各方面 各部会有没有真的积极的 把这件事情当作一个具体的 检验的一个项目去落实 这些都是各部会都要一起来检讨的地方 那局长对于早上您的说法 是不是有在解释的部分呢 是 我早上已经有说明过了 那个不是我说的政府杀人 我是误听了我们招伟讲的 我听他讲是政府什么的责任 所以你是认为政府有责任 但政府没有杀人 这个我们台铁局当然是有检讨的地方 该检讨的地方 好 那关于这个AI的部分 我希望局长能够再去了解一下 那能够赶快的竞速升级 希望所有的监视器都具备这个AI的功能 因为据我了解如果说在鬼态 因为过去常常也发生说 在火车上或是有很多社会安全的事件 今天不只是义务入侵而是说 可能有人行为举动异常的时候 透过AI我们就可以立刻知道说 这个人可能是具有危险性的 而现在的这个AI技术 早就可以让监视器全面升级了 不是只是编拨一个义务入侵的问题 而是整个台铁的安全 这个今天不能说看到一个就是做一个 而是应该要整体的去改善 而目前的技术 是可以做到整体的改善跟升级的话 那台铁还不赶快去做 那大家就会觉得说这个改革太慢了 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立刻就能做 经费预算也可以支应的话 那台铁应该要赶快来做 好不好 那这部分就请局长好好去研究 那如果需要资料 我们这边也可以提供给你 让你去了解一下 好不好 好 谢谢局长 谢谢委员 好 谢谢我们高家的高委员 好 谢谢 接着我们请张启路张委员 好 谢谢赵伟 那我们有请他是台铁局长 我们是我们杜局长 谢谢 洪人 委员好 局长好 那局长我想其实是任重道远了 我想在立法院里面 113位立委里面 真正有做过台铁案子 应该是我了 在105年的时候 当时其实我在学技的时候 我们就有参与台铁的一些管固案 我想当时就是中华民国管理科学会 张玉山教授他们这个团队 当时我有协助 好 我想其实局长 当然您这个是非常艰辛的一个工作 其实我们都必须直白的说 其实台铁的问题 其实我相信局长你也完全了解 包括王国财部长 其实都是内行人 其实你们都知道真正的问题在哪里 但是我们也知道说这个改革真的很难 其实当然这种这只是插曲 我都不愿意再多说 其实因为你知道为什么 我们助理会特别安排这个 因为这么巧 我办公室两位助理都碰上这些事 刚好一个往基隆 一个在台北这边 真的才这几天的事而已 不管是冒烟 或者是他们就当场发现在台北车站那边 这个人你知道就是 直接随便用摇的 就竟然把门就可以打开 他就可以出去 因为当时就 就是那个菊光516车次 反正我们这样直白说了 其实这些问题 我们只能说 整个台铁现在要改革的 这个大的方向上 我不知道说是局长 有没有能够真的下那个决心 下那个决心 因为当然要改我知道不容易 包括其实根本上 如果我们讲的是治标 就是讲什么那些边坡 讲那些用什么系统 这些大概都是治标的安全 但是真正要讲到治本的话 坦白说 还是体质跟结构 就是台铁局到底要不要 变成一个 所谓车路分离的这个模式 到底能不能去玩这个 我们先不要说它是不是一定就是公司化 民营化这些 其实我们当年在做这案子的时候 我也知道 那时候我们其实跟里面有很多同人的访谈 其实都很清楚 我们不要说是民营化 这个台铁内部不能接受 我们说用公司化这个字好不好 抱歉也不可以 因为当时就说了 你最多只能讲企业管理化 你连这些 所以里面的抗拒是很大的 所以这个实际上 当然我们说要改善的是安全 改善的是这个经营的效率 再往下 我们直接就往下 其实就是说这几个 不管所谓车路分离的模式 这个组织文化的改造 或者你们是不是能够迈向 真正的TOD的那个发展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根本 因为我相信局长 因为您是从基层上来的 您更了解台铁 当然我们也承认 这里面有很多的 就是很难解的问题 比如说因为我们的成员 多数都算是公务员的这种概念 我们要给他信赖保护 其实我们当时在做案子的时候 那时候才800多亿 结果现在都是亏损到 这1200 300亿 那其实负债当然有4000 所以其实这些问题 如果说我们都没有办法 从一个根本上 我们这样讲 其实局长你也是明白 你说如果真要玩这个 其实不管今天连高铁能够活回来 高雄捷运能够活回来 不通通都是这一套吗 就是讲白了 就是政府盖锅承受那个负债 然后让这边变成一个 比较好的营运管理 就是车的公司 都一定是这个模式 那对于里面的成员 当然我认为要保障 我们台铁员工 这个我也是认为是重要的 也许要政府把它盖锅承受 把这老一批的 那新一批的 也许它真的就要慢慢 真的要走向 就比如我们讲一个 就像台北这个捷运的 这个概念一样 就是说我们有捷运局 是一个监理机制 那捷运公司 它就是完全是一个路的 经营的这样子 所以变成可能要往这个 所以其实我今天真的 真的只想问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方案其实大家都知道 而且过去国际成功的经验 台湾以前成功的经验 也都一样 只是说就是直白一句话 就是局长 能不能下决心做这些事呢 我当时问过林嘉隆部长 他在走之前 他说就是要做这些事情 是的 这个新任的王部长 他也有跟我讨论过这个事情 那我们就是台铁局这边 也会把我们的想法 跟部里做充分的一个报告 那但是就这个企业化经营这一块 我们是有决心要去进行的 那这个跟委员报告 那个像委员讲到 这个组织文化改造转型这一块 也不一定是所谓的公司化才能做 其实我们现在 其实这个字眼要怎么用 比较大家不那么敏感 我也同意 甚至讲直白一点 因为我想局长你们知道 运工机电你们这个里面 百分之九十几都是在 的人力都是这个配置 其实你们 比如说真正做经营管理的 那个人员数 其实还不到10% 那另外的话 其实你们内部也有一个结构性问题 我直白讲 以一个你们有将近有8000亿资产的 这样子的一个 我说你们一个公司好了 目前来看 一个机构 如果说一个局长 局长您的薪水多少 十几万吗 对不对 这是个上限吗 那我们说 如果说有一个8000亿资产的一间公司 可能一个董事长的薪水 或总经营薪水 年薪500万也不为过啊 可是我们现在就被绑成这个结构下 我们真的就做不到 我们甚至要问高铁 比如高铁总市长薪水多少 我们很清楚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 就是说我才说 一直谈这个结构 这个结构 要是一直这样子 阴行狗血下去 如果我们还是 就算局长你说运工机电 你说现在组织 你要怎么去弄 其实还是有问题啊 如果我们的大结构 不结 不松绑 我们不知道这个算 叫哪一种 不管它叫做 企业经营管理 还是怎么样 或者叫公司 都没有关系 但是就是说 真的这个结构跟体质 这应该是关键吧 是 这个我们会来努力 好 当然你知道 其实我们就算身为在野党 我们也希望看到 因为这件事是没有政治的 这件事情 关乎的就是 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还有性命的安全 所以我们也就希望说 台铁真的能够把这个方向改好 其实林家荣部长走之前 也同意 我当时也这样 同样的质询 他也完全同意 就是这些方向 那另外 我想 其实王部长 新上任的王部长 其实他以前也是 我们高雄的旧事 其实大概大家都知道 就是这些方向要改 就是决心 上次最后林家荣部长 也讲过说 台铁的真正问题 改革的问题的 关键是什么 他就说了 是决心 前朝的叶匡时部长 自己也讲过 要改革这个件事 不是局长你能做的 也不是交通部长能做的 反而是 要行政院院长 甚至总统层级 下决心要做这些事 才能做得成 好不好 局长我们还是给你 加油跟支持 能够把这些事情做到 好 是 谢谢委员 好 谢谢 谢谢我们张旗路张委员 接着我们请郑正前政委员 谢谢主席 我想请一下 我们肖宝处的刘处长 肖宝处刘处长 说一天 总算有机会上台 那也感谢主席 找了19个单位 一起到这边来 我们才会有机会 没有两个单位还没有上来 可以 德处长 不好意思 我知道你今天下午本来有请假 可是还是把你请回来 因为我在想说 好像在整个 太魯格事件 这个意外之后 好像很少听到您的声音 然后也 所以我就想说 今天有这机会的时候 想特别跟你做一些意见交换 我想请教一下 那个肖宝处 就是交通意外事件 应该符合肖宝法里面的规定吧 是 那个原则上第七条 只要提供服务 或者是推出的产品 不符合当时科技 所以包括台铁 这个交通意外 应该也符合肖宝法 相关的规定 对不对 是 OK 好 那我想请教一下 因为我看了那个 从12号这意外发生 到现在为止 我发现我们 肖宝处的网页当中 都没有提到这件事情 然后我是在想说 我们肖宝处 到底知不知道说 在这事件当中 它可以积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还是一直保持一个 自身事外的一个态度 请历寅回答一下 好不好 跟政委员报告 基本上在肖宝法里面 第六条已经明文规定 这个事件 消费事件的话 是 在中央 这个权责在中央 是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也就是交通部 在地方就是各地方政府 那我们肖宝处呢 是在后端的消费争议解决的 这个部分 我们有接 所以现在消费争议到你们这边来了没有 还没有 我们目前到今天为止 没有一件申诉案 好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那个处长 就是因为 这件事情引起大家很多的关注 那大家一直把究责的部分 放到了包括台铁局 那么包括了交通部 包括整个行政院 之前对于整个台铁总体检的部分 就是感觉非常的不投入 那我是觉得说 因为我们政府在发展 现在对于整个消费者保护意识 其实是很重视的 是非常强调的 那我在想说 这一次整个事件发生之后呢 其实很多单位都动起来 包括卫福部 各方面都动起来 就消保处这边的时候 一直很被动 在等着看 有没有人来提出申诉 或怎么样子 那我是看 就消保处 其实应该在这消费者立场当中 是不是可以更有积极的作为 因为这一次 整个事件的发生 就是因为大家觉得 行政院螺丝掉满地 然后行政疏失 行政怠惰 然后不作为 出现官僚杀人的状态 所以本席 其实非常的期待 消保处 消保处在这事情当中 他可以扮演一个 更积极的一个角色 不是说让卫福部跳出来 然后去募款 拿到这么多善款 之后再来发 我在想说 消保处 他本身 就是政府就已经 给你了一个 很适合的一个地位 站在这 四十九位王者 两百多名的伤者 还有这些 上百人 数百人 没有受伤 可是心里也可能也受到 很严重创伤的这些民众 我们消保处 是不是可以有积极的作为 所以我们就找到了几个点 第一个 你认为 消费者 应该可以依照 消保法 五十一条 对于惩罚性 赔偿的部分 提起 诉讼 是不是合法的 是 但是 提起团体诉讼的话 可以要求 惩罚性赔偿金 这是没有错的 但是 可以要求多少的赔偿金 如果是 这个企业精英者 如果是故意的话 是五倍以下 如果是重大过失 是三倍以下 如果是 一般的过失 是一倍以下 你认为 泰鲁阁这个意外事件 符不符合重大过失 这个部分要由 全责单位来调查 如果有执意 还要司法机关来判决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回答 我就这件事情当中的时候呢 目前有一些报告 调查报告 已经都提出来了 那整个的过失 从台铁局在发包之后 的一轮算的疏失 到了承办单位 施工单位 一轮算的疏失 小小小小的疏失 连串起来变成一个 这么重大的一个意外事故 那行政院 消保处这边 是不是应该更积极一点 来协助这些 你们应该要保障的消费者 去争取他们 可以争取到的权益 是不是应该能够 协助他们 去进行团体诉讼 或者是 为了避免送累 是不是可以协助他们协调 去争取到重大过失 让他们能够争取到 应该有的 惩罚性赔偿金 也让相关的单位 他们能够继续教训 以后不要把消费者的权益 不放在眼里 是 政委员跟您报告 其实我们没有完全置身事外 那 没有置身事外 因为 基本上 我们一开始发生 我们针对着各个 地方政府的消保官 我们就行为给他们 希望他们能够处理 各别的消费申诉案件 另外我们也跟消机会沟通 消机会他也要提起团体诉讼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 消保处这边可不可以更积极一点 就是诉讼很久很累 这些亡者 伤者 他们的心力交错情况之下 再来打这个团体诉讼 之前的普悠马号到现在还没有解决 是 对 那我们希望 是不是 刘处长这边 能够更积极一点 能够让他们不要去打这样子 漫长的一个诉讼 能够用和解的方式 让他们提早得到 他们应该要得到的一个保障 得到他们权益的保障 同时也给相关的行政单位 应有的一个教训 好不好 请刘处长这边积极作为 好不好 那你之后 如果有一些后续的一个 做法的时候 你再给我一个书面报告 谢谢 谢谢我们曾正群 曾委员 谢谢 接着我们请李贵敏李委员 李贵敏 李贵敏不在 接着我们请汤惠真汤委员 好 主席好 现在请交通部的长官 交通部下期间 还有局长需要 台铁局 我们对局长 谢谢 好 因为这个 我们交通部在管理这个一样叫做轨道运输这样一个高铁台铁 那因为我们知道高铁的速度很高 所以也特别会注意 那么台铁当然速度到大概125、130就很高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看到高铁在这个成立的时候 就新建过程中就已经知道 要建立一些维护这个职安的一些系统 管理系统 那也经过很多106、109 大概也经过一些的国际认证的一个系统验证 那现在我们也看到高铁这边也做全线建制的 这个天然灾害告警系统 那不晓得为什么当时我们也没有告诉我们台铁 也要一样去注意 我想台铁一直在发生一些事故 那还有发生像平交道 平交道经常会发生车祸或者人死亡的问题 像这种事情一直都发生不断 那为什么我们台铁一直都没有建制这种一些 比如说控制的系统 我是不是先原则说明一下 是 因为台铁是百年老店 那整个轨道系统已经百年以上 那所以说其实它是不断地在根据它的这个状况 再做一些修正 那跟高铁的状况不能够完全去类比 因为高铁是全新的一个系统 它专用的路权 那它的一个规划呢 也是大概是近一二十年才做的 那所以说它可以利用比较新的科技 做一个整体的考量 那其实台铁也不断地在就它的安全的状况 再做改进 那就譬如说平交道的一些安全的维护系统 那现在几乎每个平交道都有紧急的一个通报的装置 那但是呢 因为它还有很多其实它的路线是开放的 那现在也不断地在依据它自己本身的条件呢 在做努力当中 这个 这一次的事件发生以后呢 那尤其是我们对边坡的一些预警 那还有 对于它施工方面 因为平交道的一些预警 这个紧急预警的这个设施呢 已经现在大部分都已经完成了 那但是就施工本身零轨的作业 就像这一次的状况 那有没有可能做一些临时的一些设施 假设说如果说有这个紧急的状况发生 那可以有一些紧急的一个处置 市警在接近的列车当中 现在都在研议当中跟委员报告 那至于其他的部分 那也许看 了解 就是说 已经看高铁已经都有注意到 这些紧急处置的一些因应的设施 那台铁 我想我们从小就坐火车 那台铁看到一些车祸或者事故 真的很多 那多到好像有点习惯 那发生这些事情 其实早就应该 看高铁而想到台铁要怎么样赶快 进入更好更科技的管理 AI的管理 那我们看到这一次的问题就是说 刚才有听到我们杜局长说 是发包出问题一直还没有出来 一直没有顺利发包 所以我想这个问题究竟是发生什么问题会 这个高铁可以做 那台铁还一直没办法发报 原因在哪里 有没有检讨 跟委员报告 有我们有检讨了 那因为刚刚纪尖也讲 我们台铁局路线跟我们营运的环境高铁差异很大 所以我们是穿着衣服改衣服 那在这个状况之下 要来去做一些改善或者施工的话 通常也会遇到一些困难或者是变更 这个无形有形都会增加难度 也会发生一些delay 那但是我们近期 这几年我们台铁局 也向部里面争取到蛮多预算的 我们有六年的安全计划等等 我们有努力要赶上来 是我想科技部今天也来嘛 那科技部应该会协助 我们这个台铁这边 赶快引入这个AI的这个系统 让它尽速的能够解决这种紧急应变的这些设备设施 那像像AI这个专案计划可以运用在安全议题上 这个今天有提到 就是说AI这些引进来之后 不管是在这个运输系统 还是在工厂 还是在营造的工地 其实都可以让AI能够协助我们的公安 让它变成一个安全的环境 我想这个科技部这边 可不可以好几个部门一起合作 有问题我们会全力协助 会全力协助 那我想这个就真的要进入 因为这个前车之鉴啦 毕竟这么发生这么重大的一个事故 我想这个既然AI早就 我们台湾算很进步的了 早就应该把它引进 但是我想这个发包的工程 是不是可以大家一起想办法改进 但原来承包的一些厂商 可以协助我们 可以吗 那个杜局长 这个我们会考量啦 因为整个智慧 就是智能化的这些设施 我们也很愿意来采用 我们会后会赶快来检讨 对对对 慎重的去检讨 那刚才讲AI要到营建的工地 比如说那个现在天气异常啦 这个暖室效应啦 或者就是温度很高 很容易中暑 这种情况可不可以也引进AI的这样的系统 来保障这些员工的安全 在营建的工地里面可以安全的施工 我觉得科技上面其实应该都是可以行 可是就是说 对只是说怎么样配合实际上 这个应用的那个场域 去做相关的配套 好那我想劳动部这边也给我 给我们一个提供一个 就是说也相对的去引进这个AI的系统 来协助我们的这个劳工的安全 可不可以 可以啦 那我想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就麻烦我们 因为我在劳工局待了六七年 看到太多植灾的发生 那现在有AI的这个协助 那是不是我们还是开始要重视 可以吗 可以哦 有没有问题 部长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了 好 以上 好 谢谢我们通会珍汤委员 谢谢 好 接着我们请罗明才罗委员 罗明才罗明才罗明才不在 郑天才正委员 郑天才正天才正天才不在 邱陈远 邱委员 邱陈远 邱陈远 邱陈远不在 郑明中 郑委员 郑明中 郑明中 郑明中不在 李德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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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邱崇军邱委员 邱崇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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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管毕林管委员 管毕林管毕林管毕林不在 苏智芬斯委员 主秀是请许明春部署部长 素委员好 对部长好 部长大概台数六千 台数六千的话 这几年 这几年 我们都有 都有 都有办理 就是公安的总体检 这个事情的话 部长你掌握了多少 工业总体检 经济部 这个是经济部跟劳动部合作 对 是经济部劳动部 就是跨了部会 这个总案 这个公安的总体检 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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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讲说 大概部长你知道大概历经了几年 那什么时候结束 几年 一直都持续在进行中 部长不是 不是 不是持续中在进行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部长 这是一个那么大的一件事情 动员了这么多的数十位专家学诊 而且这个公安总体检 已经连续了三年 到去年的话就结束 现在等于是在做最后总体检的报告 所以我就是想问部长说 这个部分你掌握了没有 因为我们在讲总体检 总体检虽然是工业局是个主管机关 但问题是总体检的话 按理讲 其实是不应该由工业局来主导 它不应该是一个主要 它当然是个关键角色 但它不应该是个主要的角色 主要角色是应该放在你们的职安署 所以我就觉得部长的话在这 因为我看了历次的会议里头 就是部长几乎很少参与 你看到这一张 在主持会议的是谁 在主持会议的 经济部长 对 经济部部长 还有经济部次长 部长跟次长 都在这样子一个会议里面 所以好了 这么整个 花了那么长的时间 一年两年三年 这样子体检下来 这个经济的话 也是工业局那边找过来的 它是体检出来的报告 好 那么体检出来的报告 到目前为止来讲的话 部里头掌握了多少 都会给我们职安署 报伟他们这个部分的报告 是给职安署 你们都有参与的 因为那是跨部位的 环保署又派人参加了 所以我意思是说 那大事 我们讲说石油烈捷来讲的话 台塑整个占地2604公区 它这个厂区这么大 几乎是排名在全世界的十大之内 它上中下的话 这个系列都在这个厂区里面 所以不可能是整个劳动的条件 是整个厂区的公安的条件 占地劳动部你不可能没讲案 还有也不可能说你公安总体检今天你走到这里 好 主管这间工业局就一直做 第2、第2、第3年一直做 那不可能你部長你不知道 你也不可能说你没讲案 对不对 所以我在这边的话就是我们部长 这样子下来来讲 总体检的团队的话就提出了多项的改善的建议 他提出了多少建议的案子 3169项 3169项参考的事项 然后台塑企业承诺将全数参采 全数参采 所以在3169项来内 制成的安全管理占了44.8 然后环保的管理的话占了55.1 能源的管理占了0.1 也意思说制成的安全的话是占了44.8 有1421项 好 那现在总体检 总体检的话有个总体检的文会 大概把台湾的话网罗的啦 包括了各个面向的专家学者都请来 那你们的里面应该有一个组织 叫做公安卫是不是 我们中区择安中心 应该还有一个公安卫的一个 你们的工业安全卫生协会 其实都有参与在里面 工业安全卫生协会都有在里面 对它是一个协会 但是它机会的业务都是你们委托的 包吾委员那是工业局委托 经济部工业局委托 经济工业局委托 没有是你们的职讯 你们的职讯基本上的话都是在这个卫生协会 这个卫生协会下面来还有再转投资的话 还有再投资的话有 财团法人安全的卫生的技术中心 我是要提醒部长 这两个公安卫生协会 还有包括财团法人安全卫生技术中心 里面 大概网罗的台湾目前 不是在政府部门的 大概专家的话也都在这边 要善于应用 我是要提醒你要善于应用 好那么这个总团队提出3169项的参采的事项 好那总体检这个也结束了 现在等于再做一个总的一个体检的报告 那么部长再下来的话 该是谁来接 应该是谁来督导 督导的话整个公安的场域 到底台塑六青的话 有没有按照这个总体检的报告出来的事项 那么一样一样来做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练自己十万月的日常安全的绩效 我们是用美国使用协会API API的754 它的基本的要求 我们第一阶段去做 第二阶段去做 第三阶段去做 第四阶段去做 然后比如讲的话你看这个图 一边叫做台塑六青 你针对这些3169项的话 你有没有自主性的管理 那你自主性的管理 你的指标是要放在哪里 所以你的指标是放在说 你叶子或者是厂方 你要提升你的可靠度 你要怎么去提升你的可靠度 你要数位化 你要可视化 你要可量化 再来呢 所谓的被动管理 被动管理来讲就是监管机关 那么监管机关在哪里 部长监管机关是谁 包括我们检查机构 这个监管机关应该也会 包括到我们职安署的检查机构 就是你们主要就是你们职安署嘛 对对 就是你们的职安署嘛 所以我现在就是要把部部长提起的时候 监管机关 这个被动的管理 它有矫正式的 它有非计划式的 然后依据设备的破损 也就是说 发行公安 像发行什么样的事情 这个就是矫正式的 不是你计划在 会去发行的嘛 所以我就分两个 一个就是自主的管理 一个就是被动的管理 就跟部长就是我们来沟通一下 你风险是可预测的 那么这个是风险不可预测的 那你要怎么做到风险可预测的 就是人员的安全承受的风险 工厂 安全的临界的这个状态 因为环境污染 对健康的影响 所以你现在看下车来 这个是不是您职安署应该要做的 员工的参与 自身安全的资讯 自身安全的评估 还有标准的座位程序 教育训练 承染商的管理 还有承染商的管理 你知道现在台数 他几几乎有一半 他只要是他的自成 是在他自己掌握 他是所有的 维护外面的管理 都是委外厂商 你知道吗 我们整个 整个分野管理 不得了就有了 委外的厂商 然后移入进来的人口 要贏了他去在地 所以就想有多庞大的 他整个维护管理外面的厂商 所以承染商的管理 还有启动前的安全检查 设备的可靠性 工作安全许可 种种的地方 这是你们资源署应该管的 那么多项 是 好那么多项来讲 刚刚刚提出 那个参采有3169项 部长 未来你要怎么去面对它 整个公安总体检出来的 结论也有了 对 我会要求我们质安署 那么 依照这些 他们提出来结论 还有应该改善 这些建议的事项 还有相关的这些方法 部长 我一直觉得 你在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是 我个人的感觉 我就觉得是申诉的 因为 我讲这个质安的专业的部分 我当然是有业务单位 那我会进到的 一个部长 当然你不可能是全面 你不可能是全面的话 不做一个部长 你不可能是全面 但是你下面 既然 质安署是你的署里头 很重要的一个署 这个署里头的业务 然到署长没有跟你报告吗 署长没有跟你报告吗 都没有跟你报告 连这个基本资料 都没有给你吗 你最起码 你还能够掌握啊 你掌握了中有 尾巴掌握了台数率 台数率是那么大的一个 你看里面的员工有多少 尾巴的厂商的员工有多少 是几万人 是几万人 是几万人的选票在那边流动 对 包委 这部分我会请质安署来 给我做一个专案报告 我都想问部长说 劳动不知哪一项的话 你觉得你是最关心的 你花了时间最多的是在哪 是在哪个领域 部长 这部分就请你这样子 就多注意了 好不好 好 好了 不要这样子 让人家感觉就太胜疏了 好不好 谢谢我们苏委员 好 接着我们请吴炳瑞 吴炳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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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炳瑞不在 好 本次会议巡答全部结束 委员邱成员李贵敏 所提书面咨询 列入记录 刊登公报 现在做以下决定 报告及巡答完毕 委员咨询 列及答复或 请补充资料者 请相关机关 于二周内答复 委员应要求期限者 重启锁定 本次会议到此结束 现在三会 辛苦了 谢谢 高级辛苦了 高级辛苦了 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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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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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